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关于爱恋的 关于亲情的 欢迎搭乘张曼娟的幸福号列车 列车长张曼娟和您一同分享幸福的时刻 哇 下雨了下雨了 昨天半夜雷雨交加真是痛快淋漓啊 今天总算天气稍微凉爽了一些 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有一种 哎呀 终于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你所搭乘的是第一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我们听到的是杨成林所演唱的《与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窗外的天气 就像是你多边的表情 下雨了 雨陪我哭泣 看不清 我也不想看清 离开你 我安静的愁迷 无人揭晓的剧情 我的泪流在心里 学会放弃 听雨的声音 一笔笔清晰 你的呼吸像雨滴 伤入我的爱泥 真希望你难下不停 让声音继续 让爱变透明 我爱伤给我 勇气的 任你了 成为的雨滴 一滴滴累积 无内的湿气 想出尊爱你的情 真希望你难下不停 与爱的秘密 能一直延续 我相信我将会看到彩虹的美丽 昨天白天真的非常的热 室外的温度 我们文山区有达到36.5度 是不是真的很热 但是我们家因为我老爸觉得 他吹冷气不舒服 然后连电风扇都不能开 我说那我把电风扇打开 我对着屋顶吹可以吗 他说不行 会有气流 还是不行 所以我们昨天就在室内 31 32度的高温之下 我本人还进了厨房去煮菜 实在是有够可怕的 我个人的形容就是说 我站在厨房里面觉得 只要再加热一点点 我就可以自体燃烧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呀 好 所以呢 当昨天半夜 终于开始打雷下雨的时候 那种感觉真的是太舒畅了 但是我必须要说 因为我在半夜的时候被雷给惊醒 然后接下来就有非常非常亮的闪电 我都觉得那个闪电 是不是打在我们的屋顶上 那种好亮的闪电 然后喊大的雷声 我有瞬间在想说 嗯 是老共打来了吗 现在开始有战争阴影 有没有 都觉得打来了吗 打来了吗 然后打来了 你知道我第一个焦虑是什么 我想说完蛋了 如果打来的话就要撤侨了 我们家的 我们家印尼妹妹要走了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我不是觉得打仗了要 可能会有什么生命财产的损失 我竟然想的是这件事情 好 还好真的不是 只是打雷 而且那个雷直到今天白天 还是一直持续不断 然后雨也是一阵一阵的下来 那那个温度一下子 我觉得今天的最高温跟昨天的最高温 应该有相差十度吧 就整个觉得凉爽起来了 那这个天气一很热的时候呢 大家当然就会很想要喝很多冰的啊 吃很多冰的呀 或者是把冷气开得好冷好冷 像有的时候我在小学堂 跟小朋友讨论关于夏天怎么样 他们就说夏天是自己喜欢的季节 我说真的吗 为什么 他们说因为可以把冷气开得很冷很冷很冷 然后盖着棉被睡觉 我就整个生气了 我就说夏天那么缺电 你竟然还给我开到很冷很冷很冷 然后盖着棉被睡觉 我说不可以这样子 我说温度只能够26 27度 不可以开到那么冷 但是真的很多人都是会觉得 夏天最棒的事情 就是把冷气开到很冷很冷 可是其实你知道吗 如果室内的温度跟室外的温度相差太多的话 其实对于你的健康是有很大影响的哦 那大概是5度之差吧 5度以内是最好的 如果超过5度的话就不行了 那我们这样算算看 比方说昨天室外的温度是36.5 那我们家里的温度是31到32度 怎么我突然发现这是对我的身体健康最好的一种温度呢 本来觉得快热死了 可是刚才一讲差5度 不是昨天我们家正好是差5度吗 可是一般人碰到这种很热很热的 他们就只想要躲进很冷的冷气房里面哦 那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发觉那个中暑的人呢 他并不是长期曝晒在太阳底下而中暑的 很多时候他们其实都是整天待在冷气房 可是他们却中暑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在高温之下自律神经的作用会使得血管扩张把热气排出体外 但是如果你到了室内以后 你的温度非常的低 那身体表面会感觉到外面的空气好冷嘛 所以就会让皮肤或者毛细孔强烈收缩 因为他不想把热气排出去 OK在这种两相冲突之下呢 你的生理功能就会产生了失衡的状况啦 例如呢由热入冷的时候脑血管经历了热胀冷缩 所以是最容易出现头痛啊 那更严重的情况可能会引发心脏病或者是脑中风啊 那室内外的温差大呢 加上台湾的湿度很高 所以身体的热呢是比较不容易排出体外的 中暑的情况就很普遍咯 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或者身边的同事或是朋友 他们都已经开始去拔罐啊刮痧啊 每个人的身体都是呕呕呕呕呕呕的 那从中医的角度来看 主要是因为皮肤毛孔为血管的收缩 所以体温调节失衡了 而有所谓的恶寒发热头痛恶心身体倦怠等等 感觉很像感冒这样的症状 所以也称之为呢热感冒 那医生有指出三招缓解冷气病的方法哦 第一就是分段进出冷气房 振兴医院的健检科主任林宇婷建议呢 进入冷气房呢 可以采取分段式 踏入冷气房先待个三分钟到五分钟啊 旋即走出室外阴凉处再待个几分钟 之后呢再进入室内 反复两三次啊 让身体比较能够适应室内的低温 就可以留在冷气房工作了 但是我觉得有谁急着去上班的时候 还可以这样进去出来进去出来 我觉得真的是做不到的 所以比较能够做到的应该就是 不要把冷气的温度调的太低 那如果说是待在室外的话呢 你可以扭扭腰啊伸展身体 那这种分段进出冷气房的方式是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尤其是有高血压糖尿病 最好避免猛然的进出冷气房 第二个方式呢叫做按摩耳朵 出现头痛症状的时候呢 可以稍微按摩一下耳朵的四周 可以调整脑部的血液循环减缓头痛 按摩耳朵呢有双重的效果 稍微用力一点去按摩你的耳朵呢 是属于强刺激 在中医上面呢有散热的效果 那如果是轻轻的按压你的耳朵 属于弱刺激就可以有温暖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天气很热的时候呢 我们确实可以稍微用力一点去按摩我们的耳朵 那第三点就是多运动 不论中西医师都一致的认为 平常多多的运动呢增加血管的弹性 让毛细孔恢复正常的排汗 可以调节体温的功能 增强人体对抗温差的耐受力 才是根本之道哦 那从今天开始呢 我感觉到空气里面的湿度呢就越来越湿了 接下来呢我看了一下气象 好像也都是这种湿而热的天气 虽然可能不像昨天这么热啊 但是高温也都有达到30 31度 所以如果家里面有除湿机的话呢 当你不在房里的时候就可以开着你的除湿机 让他也稍微运动一下啊 这样你回到房间呢湿度没有那么高 你可能就不会感到那么炎热 那么当你呢觉得需要冷气 开冷气来让房间里的温度下降的时候呢 也就不需要开到那么冷 其实要记得哦 那么冷 对你的身体健康其实是有害无益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 这是林毅连所演创的《坑枪玫瑰》 《坑枪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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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也不敢尝试 那个也不敢尝试 哦 然后我看你 哇 你做好多事情 然后尝试了很多 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事情 可是我在想说 那我到底为什么都会觉得 哦 我可能这个不行 可能那个不行 所以我就在想说 其实我才是真正有障碍的人 因为我给自己 设了很多的限制 可是你并没有这样的限制 你还是去尝试了很多 你想要的 你向往的一些生活 对不对 对 我觉得每一个人 都会有他向往的事情 包括障碍者 可能一般人会觉得 障碍者可能身体不方便 好像就是吃饱喝足 你就乖乖的待在家里就好了 但是我觉得 怎么可能呢 一个人之所以为人 你一定有一些想望 那既然有想望的话 就会尽可能的去 找到你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就是尽可能的 要去体验人生 对不对 好 杨荣先生跟我们说一下 其实你在很小的时候 八个月 你就因为罹患了小儿麻痹症 所以就其实对你来讲 这个就是这个障碍 这个不方便 是从你有意识以来 你就一直伴随着你的 等于好像你的一个陪伴 这样的感觉 对不对 对 因为八个月的时候 罹患小儿麻痹 等于说在我可以记得的 那个记忆当中 我从来没有那种 不靠拐杖或者是轮椅 就可以移动的过程 所以我是有印象以来 我一定要靠轮椅或者是拐杖来移动 所以等于说拐杖跟轮椅对我来讲 反而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因为我印象中就是必须要靠它 所以就是一路以来都是 透过拐杖 透过轮椅这样子来移动的 可是雅荣你从小到大 有没有曾经想过说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我会碰到这样的事 或者产生一点那种 类似怨天尤人的那种情绪 有过吗 我印象中 我很少有类似像这样 为什么是我的感觉 好像没有 但是说抱怨的 或者是怨埋的话 一定会有 特别是只要我身体很累的时候 比方说我在书里写 比如下雨啊 我走路 因为下雨天会让我行走会更累 因为变成有更多的障碍 我在看你的书的时候 我才想说 对我以前怎么都没有想过 其实这个每一个障碍 在我们看来没什么 可是就是对你们来讲 它都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对就很一般 比方说你进一个7 地上湿湿的 你就要很小心很小心走 因为你很可能会滑倒 对而且如果假设 我还有提东西的话 那个就是你要平衡 所以当你身体很累的时候 你自己就会觉得 哇心也会跟着很累 觉得这样的身体会一直 只能走下坡嘛 应该不会更好 但是所以那个时候 就会觉得心里很累 对 但是你是怎么选择了中文系呢 我觉得跟你好合哦 因为你的心灵 你的纤细的心灵 然后再搭配一个 很好的表述的能力 它就可以建构你这样的一个人 你那时候为什么不去念英文系 或者念别的系 为什么念中文系 我其实我在高中时候的 第一志愿是外文系 但是为什么念中文系 我觉得我现在回想 应该是冥冥之中 就是好像就是这一条路 因为我小时候 家人为了要让我 未来有一技之长 所以让我学很多才艺 比方说画画 书法 钢琴 作文 好像那个都是 人文方面的东西 虽然我没有去教书法 或者是什么 但是那一类的人文的氛围 好像慢慢就一直进入心里 选择中文系 好像也就是自然而然 就是这条路 对 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 因为我刚说 我本来第一志愿是外文系 对啊 而且我的高三老师 他也说了跟老师刚刚讲的 觉得我好像很适合念中文系 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觉得我适合念中文系 人格特质 可能是吧 但是我那时候心里 还有点叛逆 我不会那么倒霉 听到中文系吧 真的 不要有这种想法 真的 真的不能铁齿 真的 结果果然就倒霉的 进了中文系 可是进来后才发现 其实他不是倒霉 他其实跟你的 就是人生 其实还是有点相辅相成 对 我进去之后 我完全不想转系 我上了几堂课之后 觉得 对 我喜欢 我喜欢中文系 对 没错 那还好你念了中文系 所以我觉得你就是 等于好像有一个 人生的设定的一条轨道 然后 然后终于也是出了 自己的第一本书 对 先讲一下 你出第一本书的 心里的感受是什么 因为书里面有提到 你愿末是在将近二十年前 你就觉得 你就心中就已经 有了一个愿望 就是你觉得写作 成为一个作家 会是你人生的一个目标 是 对 那在这段过程 其实将近二十年 蛮久的 很多人可能就 就觉得放弃啦 走别的路啦 什么 但你还是一直坚持下来 所以当你真的出了第一本书 感觉怎么样 我出书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啊 没有我想象那么波涛汹涌 反而很平静 是 是顺理成章的 出了一本书 这样的感觉 可能因为中间经历了一些事情 然后我就会觉得 好像你越 你心里有那种特别的执念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固执 很任性 我要做的 我要做到 但是那个执念太深 其实对自己是有伤的 对 但是慢慢的终于达到这个 就是看到这本书之后 我心里就是非常平静 啊 终于 这样很好 就是这样子 对 那这本散文集呢 我觉得我看了之后 非常的喜欢 它的书名叫做 一个朴素的道理 嗯 我整本书读完了 你其中有一篇也叫做 一个朴素的道理 对 假设今天 要给你出一个考题 嗯 一个朴素的道理 是什么样的道理 你会怎么回答 其实它很简单 就是我书名的很朴素 它就是一句话 同样都是人 如此而已 OK 太好了 感觉到这边 我们好像应该要进广告 或者是听歌 但我们还没讲完啦 我要来讲这个 两个男孩这一篇 我刚刚一看到杨仁 我就说 其实里面好几篇 我都很喜欢 那这两个男孩 就确实是 如果有人叫我推荐的话 我就会先 我就会说你先去看 两个男孩这一篇 嗯 对 你可以跟我们 大概叙述一下 嗯 你有一天出门在外 嗯 然后遇到了两个 不同的男孩 嗯 然后他们跟你之间 发生了什么样的交流 那一天其实是台风天 嗯 那我想说 啊 那趁雨 雨是 风雨没那么大的 那我要赶快出去 买个东西 我就 穿着拐杖 穿好铁鞋 撑着拐杖 就走出 走出家门 嗯 但是那个走的过程中 因为下雨天 我刚刚说 那个过程非常辛苦 对 一小步一小步的 那身体的 那个肌肉啊 你就是全身 你就是全身都要交给拐杖 嗯 要非常小心 那我就去买了 去便利潮商买的东西回来 回来的时候挺好车 因为我手上已经有一堆 泡面罐头 哇 之类的东西 嗯 那我要走路的话 我穿雨衣比较累 所以我就把雨衣脱下来 嗯 我想说现在猫猫雨应该OK 嗯 所以我脱下来 然后我手上就是提了一堆东西 然后要走 我走的过程 我要爬上那个阶梯的人行道的时候 我心里就有一种很大的疲倦感 我觉得我好累好累哦 嗯 然后这个时候 忽然天空要下大雨了 感觉上有那种隐隐作势的感觉 但是我要再穿上雨也没办法了 太累了 我想说好吧 莫听传领大一声 我就慢慢走慢慢走 对 但是这个时候我就听到后面 有一个小朋友走过来 他就说 阿姨要我帮你撑伞 他就一直小一伞就撑过来了 然后那个过程我就觉得 我心里也觉得 啊我不能让那个小朋友淋雨 因为那个伞很小 对 我不能让他淋雨 我就赶快走赶快走 他说这个小朋友非常敏感 他说阿姨你慢慢走没关系 我不赶时间 感觉到你想要赶快走 真的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他的爸爸妈妈也是不方便的人 那时候我终于知道 他为什么这么敏感 然后为什么撑了伞之后 他一只手会保护你 他就伸出来保护你 我真的是那一天我真的是觉得 这是小天使 对 这个是孩子的同理心 然后他的同理心是他的父母 用他们自己的不方便 对 去教会他的一个同理心 对 所以我觉得这孩子他长大以后 也会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孩子 真的 真的 对 所以我在读这篇的时候 我也思考这件事情 就是 其实父母给子女的最好的教育是什么 我们都会以为说 当然是父母要很健康啊 父母要很怎么很优势啊 才能给孩子最好的教养 可是当我读完这一篇的时候 我就觉得 其实他的父母亲可能是用自己所欠缺的 或者是用自己最辛苦的那面 来教会孩子同理心 可以让他变成一个更好的大人 我们待会再聊 那年美丽的夏天 那年美丽的夏天 我可以踩上十数级乃至数十级的木梯或石阶 望见不同高度的风景 我也可以蹲低或趴下身子 发掘第一处的视野 我可以帮卖铁蛋或冲抓饼的阿婆 推摊车陪她走一段路 我可以倒退着身子 我可以倒退着身子或跳着或绕圈圈的逗弄一会儿路边的小孩 我可以走进山的深处或大自行的躺在海边的巨石上 我随心所欲运作我的身体 好 刚才读到的这一段文字呢 就是今天来到我们幸福号列车的作者吴亚荣 在他由联合文学所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 《一个朴素的道理》里面的一段话 那读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呢 我就不断地在想 当然啦 如果跟亚荣相比的话 我似乎是更能够随心所欲地运用我的身体 而你刚才所写到的这一段 每一件事我都觉得很棒 然后我就问我自己说 你做了几件啊 然后我发现一件都没有 然后就觉得到底我是怎么了 所以我觉得读你的书呢 我们不一定要有跟你相同的经历 但是我们可以从里面反省 或者是觉知一些事情 好 来 我们来聊一聊 刚才那个两个男孩还没聊完呢 我们首先讲到的是那个 要为你撑伞的可爱男孩 对 一号 接下来我们来讲讲 二号 二号男孩呢 那天天气非常非常好 阳光很漂亮 那那天我也是一样走出 那时候住的那个庭院 然后刚刚看到一个年纪很小的小朋友 跟他的妈妈在玩球 然后我就走过那个庭院 他的妈妈看到我就说 弟弟过来哦 不要撞到阿姨哦 然后那个小朋友呢 就抱着他的球就看着我 他可能是看到我的拐杖 可能也是看到我那个露出来 有可能有一截那个铁鞋 有那种银亮色的东西 然后我经过他的时候呢 我就看着他 我就对他笑笑 然后他他没有笑 他还是呆呆地看着我 然后忽然他就把球丢掉 然后跑回去跟他 就是抱着他妈妈 他就指着我 妈妈妈妈妈你看 钢铁人 好可爱 对 这就是同言同语 对 所以在那一刻 雅容其实心里面的感觉是 不是受伤哦 不会 其实你心里的感觉是 觉得很温暖 对 觉得他挺可爱的 对啊 真的觉得挺可爱的 可是其实我觉得你的 你内在的意志力 才真的是钢铁人 对不对 好 我们来讲 刚才我跟雅容说 我很爱的另外一篇就是 如果 对 我就说真的是以一个 对就是 我还是一个专业教师 大家常常会忘记我这个身份 我要讲一下 所以我们在读作品的时候 有时候会忍不住进行一点 创作上面的分析 是 然后我就觉得 这篇如果这篇真好 因为 雅容一开始就先说 我希望我可以是一个舞者 所以刚才我们的那一段话 其实都是在讲 当你成为一个舞者的时候 然后你怎么样展现自己的身体 怎么样训练自己 怎么样在台上跟其他的人交流 然后接下来呢 你就有一段 我觉得是很神奇的写作方式 你的说法是这样子 我把它找出来念一下 如果我能脱身而出 而且不时遇见 尚未脱身之前的我自己 于是你就预设了几个不同的场景 比方说第一个就是你说 你想要骑单车 然后你来跟我们描述一下 你这个所谓骑单车的 这段历程的感受 我就想象那个 这段骑单车 其实跟那个村上村树 关于跑步 我想说的其实是 那个是有点关系的 因为我很喜欢那一本书 那我在想象 因为我是真的很想成为舞者 真的很想成 就是可以骑 很自由的骑单车 那单车那一段呢 就是我想说我要骑单车 我一定要我的腿脚要非常涌健 所以我就要先去跑步 然后我就去想象 我跑步的时候 我身体肌肉是怎么样运作 然后我想象 我骑单车的时候 我怎么样平衡我自己的身体 在过程中我会遇到坐着轮椅的我 我就是要让想象中的我 跟坐着轮椅的我 两个我彼此见面 然后看看这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过程 所以我稍微安排了一下 这个叙事的方式 跑步的时候看到的我是 在大树下坐在轮椅上的我 之后呢我到车站的时候 我遇到的是被志工推着的我 接下来在车厢里面是 我坐在一边 然后那个坐着轮椅的 我就坐在轮椅席上 就在同一个车厢里面 对在同一个车厢里面 然后到了 后来我那个 就是我想要去 骑在那个路上 山海之间的时候 我可能骑到沙滩附近 那我要去踩踩水啊 玩玩沙看看海 然后我在回程的时候 我就看到小时候的 穿着支架的我 坐在那个沙滩上面 玩沙子 接下来就是我在隔天 好像我是在民宿之后 我就遇到了另外一个在民宿 就是在路边的咖啡馆 我在那个里头遇到了一个 撑着拐杖的我 这个时候我就要让这两个人 两个我见面了 然后两个就开始聊一些 遇到的一些事情 聊一个很奇妙的猴子的故事 对对对 就是我遇到 因为我是住在那个民宿里面 刚好遇到一个猴子的一个 很好笑的故事 但是另外一个坐着轮椅 撑着拐杖的我 他遇到那个猴子的故事 其实是我读到的 小说里面的一个环节 我就让这两个在一起 但是这两个我遇见之后 并没有互相评论 各自的生活有什么好处或者是坏处 没有评论 他们只是没有说再见 然后各自继续他们各自的旅程 所以我说其实是各自的星球 各自的生活都可以找到各自的 我觉得有趣的 或者是你自己很享受的那个东西 没错 所以你的你的ending写的很棒 就是如果最后一个 如果你说 我在此案 此案自有此案无可取代的 以你与其媚 再怎么无法脱身的 都能有躯壳以内的游戏之道 是 对 在这本书里面其实谈到很多 我觉得所有的想象 或者是冥想 或者是一切可能或不可能的事 可能都是你的游戏之道 对 而且我觉得很多想象 其实是来自自己的限制 每个人都有限制 每个人都有一定的限制 但是面对限制的时候 或许想象力这个东西 可以帮助你超越 或者是挣脱那个限制 而且在过程中 你可能会发现 或者是理解到一些很珍贵的东西 没错 在另外一篇叫我们的五部 这一段也是让我觉得蛮 就是意料之外的 就是去看电影的时候 你常去看电影 我常常 真是羡慕欸 我为什么也没有常常去看电影 想起来就觉得 自己很浪费时光 好 你说有一对年轻的情侣 他们两个人在看电影的时候 对 女生一直附在这个男生的耳边 嘻嘻嘻嘻的讲话 那当然就是这种情况 就是所有看电影都不高兴的 对 都会觉得很吵 然后就会 嘘这样 可他既然没完没了 那大家可能就有一点 就是有点愤怒了这样 对 但其实他有一个事实的真相 事实的真相是 其实这一对情侣 这个是真实我朋友的故事 这一对情侣就是 男生他是看不见的人 所以女生陪着他 等于女生是要当他的眼睛 帮他述说电影的情节 就我们现在的口述电影是非常重要 其实是非常重要 但是因为还没有普遍 所以旁边陪同的人必须要告诉身边的这个忙者 他现在是怎么样啊 电影的画面是怎么样的 当电影没有声音没有台词的时候 他的萤幕是什么 没错 但是因为旁边的人不知道 对 所以就会有这样的误解 对 这又是另外一个同理心的训练了 真的 因为你不知道 因为你不知道 对 所以你没办法想象 你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干嘛 你也不能理解 好 我们先来听这首歌 荣祖儿所演唱的《答案之书》 故事的第一章 玻璃长闪着光 把富士美梦照亮 烟一路的灯上 像童话的模样 却落尽一程冷暖 和自己走散 探问一些时光 挥霍几本正当 才发现天丝遗忘 开始做孤悠患 开始计算隐瞒 开始为明天清晨 和自己为难 看着你 脸庞 看见我 看见我 泪光 泪光 谁不想 有隐瞒 啊 啊 多迷惘 潦草青春 亮三河 谁陪你写我 和自己尝求 迷途里流浪 谁不想 又大 多迷惘 潦草青春 高荒唐 你所搭乘的是第一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作家吴亚荣 那么他出版了这一本书叫做一个朴素的道理 那亚荣是一个文字非常好 而生命经历又很独特的写作者 这本由联合文学所出版的书 里面有入围第十七届的台北文学奖的年经类 那在这本书里面 他是这样形容自己的 他说他是写字的人 做着看世界的人 那亚荣刚才有跟我们分享从你八个月大开始 因为罹患小儿麻痹症的关系 其实你的身体上面的不方便 或者说是这个障碍 其实是伴随着你一直长大 直到现在的嘛 那你也去到了其他的国家 其他的城市去旅行 然后你更多的时间当然就是待在台北吧 待在台北这个地方 我刚刚就问亚荣 我说你作为一个不算资浅的那个就是障碍者 你觉得我们这个城市啊 或者是觉得台湾社会啊 就对于这件事情 你觉得我们做的有进步吗 是不是还有很多的改善空间呢 如果跟我小时候来比的话 它当然比较不一样 当然是有进步 但是还需要进步的空间其实是更大的 因为可能一般人是很难想象 即便是很小很小的细节 对于每一个不一样类型的障碍者 它都是障碍 对那我可以说说我在新书发表会 我是怎么样设想我的新书发表会 我在三月初的时候 就是在冀州安 我的新书发表会是在冀州安 那时候我在筹备这个新书发表会的时候 我就想到这个新书发表会一定要是每一个人都能来的 我说的每一个人是真的每一个人不是大家一般说每一个人 但是心其实已经排除掉某些人的那个每一个人不是的 所以我就是希望基本上环境一定是无障碍环境 一定要轮椅是可以自由行走的 而且一定要有无障碍厕所 而且是要可以用的无障碍厕所 因为我经常发现无障碍厕所故障中 就是没有人去修理它就对了 就是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那当然除了肢体方面的话 那我也是希望聋人朋友可以来参加 盲人朋友可以来参加 所以我跟出版社我们就有讨论 就是聋人朋友他在一个时间 如果你想参加 他在一个时间的之前 他可以来登记 那我们就会邀请手语老师来 对来就是跟着这个发表会一起来 用手语让聋人朋友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那盲人朋友的话 因为我在准备这个发表会的时候 我会有poppoint 所以盲人朋友如果现场有盲人朋友的话 我会一张一张的告诉他们 这个我现在放的这个图片 它的内容是什么 它的整个布局是什么 它的主题是什么 我会说明 就是希望可以透过 让不一样帐别的人 都可以来参与这个活动 对 所以任何的活动其实都 我相信只要你在乎 你所参加的这些 愿意来参加的人 就会要在乎他的身体状况 能不能参与这个活动 因为每一个 我在书里面就讲说 每一个不一样的身体 他一定有不一样的安居的方式 他有不一样的参与的方式 所以必须要在乎 城市如果你没有在乎的话 是不会有任何进一步的动作的 没错 我认真觉得一个城市 到底算不算是一个真正文明的城市 首先就是他们对于不同族群和不同需求的人 是否都能够照顾到 让大家都会觉得 我在这个城市里面的生活 我是觉得友善的 对 觉得我自己有被照顾到的 这样子 所以以前我的演讲会有几位听障朋友来 然后有听障老师来 我都会很想要知道那个听障老师谁请的 因为听障老师出席 当然也是一定要有 应该要有费用嘛 对不对 那是谁出的呢 我后来才知道说 原来就是这几位朋友 就是几位听障朋友 他们自己请的 那那时候我就在想说 其实我们在台湾常常在谈社会福利啊 什么的 可是我们的社会福利常常坐在大的地方 可是却很少坐在这种小而细微的地方 对 但很多时候我们的需求其实是小而细微的 对不对 小而细微才是我们真正生活上会面对到的东西 对 对 没错 所以选举快到了 我们要大声几位一下 我认真的觉得 这真是个关键的时期 真的 我真认真的觉得 是在人为 对不对啊 是 对啊 你看以前我们小的时候 连那种什么残障停车位都很少看得到呢 对对对 对啊 不过现在如果有残障停车位 有时候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就像你在停车的时候 来讲一下 那个残障停车位 我常常遇到非常就是匪夷所思的状况 嗯 我有遇到在残障停车位上面 有那个 你要先说一下 因为你 你是 你不是开车 对吧 你不是开车 你是骑那个 我拼装的那四轮的摩托车 对对 好 四轮摩托车呢 我要停在一个 就是以残障停车位 但是我常遇到一个状况 不是就 要不然就是很多一般的摩托车停在那里占用了 那可能可以停两台 一般的车 他可以停两台 大家都挤进去 是 那有时候呢 就会遇到那个放 放那个纸箱啊 或者是 这是我最不能理解的事情 为什么 还有更不能理解的事情 就是那个 卖饮料的摩托车 到底 好气哦 到底为什么要占用 可能大家觉得 一下子没关系 他们可能觉得反正 可能暂时不会有人来听 对对对 但是你怎么知道下一刻没有呢 对啊 这个就是心态问题了 对对对 所以 好 所以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你觉得 停车位的就是 你不要占用它就是了 对 然后 比如说像其他的问题的话 我觉得鞋 就是 如果是拐杖使用者 或者轮椅使用者 他们需要的是斜坡 对 如果我平常也会使用电动轮椅 那如果电动 因为电动轮椅很重 所以他遇到一个阶梯 不用是几个阶梯 它只要是一个台阶 一个高于可能五公分的台阶 电动轮椅就 没办法 对就是大家比较难以想象的 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 就是你不会跨过去就好了吗 但是真的没有办法 就没办法 对 就很多细节是 一般人无法想象 但是有很多的障碍的团体 他们非常努力的在争取 不管是法条 或者是制度 或者是环境上面的改善 但是好像就没有办法 很快速的被注意到 为什么呢 我们来讲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应该注意的人 应该在乎的人 并没有真正在乎 可能这件事情 并不是他们的优先选项吧 这就是很可恶的地方 讲一讲 我们就正论起来 对 所以我真心的觉得 这件事情 其实是刻不容缓的 真的表现出 我们一个城市的文明 其实就在这种地方 对 而不是说 你们可以赚多少钱 然后可以修多少的 漂亮的博物馆 音乐馆 我觉得那个 其实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是 而且很多 大家可能考量成本 因为无障碍环境的改善 需要经济的成本 但是 如果没有无障碍环境 那些没有办法 自由行动人 他们会锁在自己的家里 他们可能会 他们没有办法发展 他们的生命 他们甚至会有悲剧 那这些悲剧 或者是一些 不快乐 没有办法找到生命出口的 这个的成本应该更大吧 对 而且我们要提醒大家 再过几年 我们台湾每五个人 里面就有一个是老人 那老人也很快的 就会变成 有障碍的人 不是吗 老人也会啊 所以真的为了大家的 未来的幸福着想 这件事情 真是刻不容缓的 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 吴亚荣来跟我们一块分享一个 朴素的道理 这是由联合文学 所出版的书 是一本很好看的书 希望推荐给大家 大家都会喜欢 接下来我们来听到 这是梁静如所演唱的 明天的礼物 谢谢亚荣 谢谢麦静老师 我们休息一下 第二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一会儿见 看见我眼部 那种脸色 眼睛气红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重提你 你又过 那箭就错 你转身走了 昨晚背对背 整夜沉默 装不开的念头 都被今天 这一束花朵 温柔的远走 温柔的远走 是人很好将 习惯去奋驳 我人很懒惰 依然故我最轻松 你学的爱 我人很懒惰 你学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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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école 你学的爱 宵